卫英抬谋 在异国他乡过了第一个新年 转眼间 大半年光景已过 卫英伸手接住一片落叶 折服许久 大靖朝中对安乐王府渐松警惕 万寿节这一日 王宫百官接案品集 集聚在太极殿外的广场之上 恭候为皇帝贺首 卫英在昭和殿中 听着几重殿外的礼乐之声 昭和殿在太极殿之后 专供庆典前皇帝休憩之用 卫英昨日塑在了宫中 是已自今日晨起 一直被皇帝带在身边 估算这时辰差不多了 卫英站起身 尚未朝殿外脉部 便被皇帝拦腰抱了回来 兰湛笑着看他 出去坐肾 卫英手指了指殿外 道 时辰快到了 兰湛将人好声抱回软椅上 低头亲了亲他 在这儿等着 啊 兰湛揉揉卫英的脸颊 你坐着便是 出去就是三跪九寇的 多没意思 殿中留了十几人伺候 卫英拖着下巴 听见太极殿外礼炮奏响之声 虽未亲至现场 但闻五百官三呼万岁之声传来 气势直冲云霄 不知高位之上的君王 该是何等荣光 卫英垂谋 金遂皇帝受诞如此隆重 大抵也有南唐覆灭之功 贺寿典礼结束 便是皇帝刺眼 从五十起一直至位时 流水般的珍修凤上 菜色共计一百零九品 今日寿宴案品及列席 卫英看着坐在自己附近的几位兄长 热情与周遭同僚攀谈 仿佛当真全心全意 为皇帝受臣欢喜一般 卫英无慎胃口 坐在自己的席位上 简单吃了些 便等着席散 皇帝早已交代过今夜 要他留下 是已当卫英的马车 夹在车流中出宫之际 里头空空如也 寝殿之中 烛火柔和照着 热闹了一整个白日 晚膳简单许多 卫英与兰湛二人对坐着用膳 轻轻静静地 没有任何规矩繁琐 卫英为自己斟了杯酒 今夜的菜色大多是他喜欢的 皇帝还特意吩咐人 给他准备了一小壶天子笑 像是生怕他多饮似的 卫英一笑 举杯对兰湛道 二哥哥 生辰极乐 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白日里他喝了不少 热火眼映下 已然有了几分罪意 脚步声传来 卫英望去 是大总管亲自捧了一方锦霞入内 蓝湛接过 又是一人退下 他将锦霞放在桌前 推至卫英面前 描金彩绘的檀幕霞 精致无比 卫英瞧了瞧 玩笑道 二哥哥 今日又不是我生辰 蓝湛面上镇定如常 耳朵红着 直到 打开瞧瞧 一黑一百两只小玉兔静静卧在匣中 宫中巧匠费心雕琢一月 预料之名贵 放眼宫中 大约只有陛下若冠时所得之玉佩 能胜过一筹 卫英愣了愣 取出其中一只黑兔子 细看了看 大概是一方印喜 他抬眸 与蓝湛目光相接 对方神情柔和 谋中爱意满意 几乎要让他承受不起 卫英 他听见蓝湛唤他的声音 我 心悦你 竹影浅犬 踏上人影交缠 饶是先前再怎么做好准备 此时此刻的卫英仍是紧张不安 手攥紧了身下紧背 蓝湛温柔地吻着他 勉力安抚着他的情绪 现现 现现 他呢喃着换他的名字 不属于自身的应物一点点侵入 卫英难受地猝起眉 抱紧了身上人 蓝湛颇有耐心地等他容纳 浅浅地稳落于他眼眸 月儿静靡无声 一事以你 第二日晨起 卫英睁开疲惫的眼眸 昨夜 皇帝有心怜惜 堪堪弄了两回 却还是折腾过大半宿 此刻他被皇帝圈在怀中 稍稍一动 便惊醒了人 蓝湛亲了亲怀中的人 时辰早 再睡会儿 他看着卫英 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 乖巧合上了眼 晨时 蓝湛起身 踏上人仍沉沉睡着 蓝湛安静看他一会儿 眸中含笑 他仔细替卫英 椰好背脚 低声交代工人 不得打扰 几乎是蓝湛一走 卫英便睁开了眼眸 他动了动 因为装睡有些酸涩的手臂 安静坐起身穿衣 下榻之时 因为身体不适 扶了扶榻边屏风 卫公子 陛下吩咐您在此歇息 无需 掌视略带焦急的拦住 穿戴整齐要离开的卫英 卫英摇摇头 一刻也不愿在此处多留 故知道 你们便说是 我要回去 陛下不会怪罪 他执意如此 掌视无法 只得为他安排了车马 卫英自安乐王府后门 回到自己小院中 未惊动多少人 公子 温宁平退了其余服饰的人 上前来扶卫英 卫英的声音中是 男演的疲累 阿宁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温宁向来听从他的命令 纵有满肚子话想问 还是一言退了出去 自外间关上了房门 无人人计 卫英强撑着的模样终于卸下 他抱膝坐在榻上 将自己缩成小小一团 像个精致一碎的娃娃 祖母 卫英滴滴道 线线变坏了 对不起 他也变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人 身上难受 心中脆弱的情绪 无言地包裹住了他 卫英抱着自己 就好像小时候 祖母仍在他身旁 呵护着他 屋中静靡无声 枕边的小老虎 不偶无言地 看着他的主人 天长日久 小老虎不偶 早已失去了最初的神器 两久 卫英失去眼角泪痕 软弱不过一瞬 他飞快地收拾好自己的情绪 他不会后悔 他从不后悔自己做的每一个决定